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周文轩 首先让你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新店区嘉义同乡会得知实定一户弱势家庭房屋老旧 结合多个单位一同协助修缮房屋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为大家介绍 机上和买video强片《古鲁家族新时代》 中手税五月份开征咯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就表示 民众如果您要到现场报税 可以多加利用网路查询等待人数 以及预约取号等服务措施 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现场等很久 109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 从5月1号起到5月31号截止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表示 民众如果要选择到现场报税 可多加利用网路查询等待人数 及预约取号服务措施 避免现场久后 北区国税局指出 民众可透过手机或家中电脑 登入北区国税局网站首页 热门焦点专区 点选线上取号小图 就可以浏览北区七线市 包括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等 服务据点的叫号进度及等待人数 等待人数将以绿黄红三个颜色显示 绿色预估等候时间为30分钟 黄色为30至60分钟 红色为60分钟以上 此外当天民众也可自行预估 到达报税现场路程所需时间 及掌握等待人数 在网页输入手机号码进行预约取号 算好时间再出门 如抵达现场时已经过号 只要扫描QR Code报道参与叫号 等待现场叫号系统呼叫三组号码后 及插入叫号免再重新取号 省时又便利 记者陈平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国画老师叶丽目前正在 十第一期生活休闲园区的一楼展出 长阳天地鱿鱼艺国画多元作品展 展出的作品包括了水墨国画 布彩绘还有三面彩绘等等 叶丽老师的画作温婉朦胧胧 深具意境展出的时间到5月16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要赶紧把握机会前往欣赏 拜师于岭南画派大师欧浩年门下 次名清和歌为唐浩的叶丽老师 目前正在十第一期生活休闲园区一楼展出 长阳天地鱿鱼艺国画多元作品展 包括了水墨画布彩绘以及扇面创作等等 有属于扇类或是装饰或是水墨 还有甚至这种布 这种布画就是我们还可以做窗帘 做门帘客制画 从作品当中可以看出叶丽老师水墨技法成熟 并且展现了温婉朦胧之美 让易文家卢亦如老师以及豪忙雕刻大师陈风仙老师 都相当的赞赏 除了具有岭南派的传统的画风之外 另外还有一种才女的细致在里头 所以说感觉到看到她的画 非常非常的赏心悦目 画中五谷 画里面有一种婉约朦胧的气质在里面 就很像奇人一样 那她的这次的展览呢 把传统的岭南的画风的计划 工画 那所谓的展现的非常的所谓的温婉 然后所谓的灵活 叶丽老师绘画的题材相当多样化 包括山水花鸟虫草走兽等等 都是她精通的创作内容 并且更进一步将水墨之美呈现在棉布料上 她表示在布上彩绘所使用的是压克力颜料 无法像在画纸上有晕染的效果 所以必须靠技法才能够让创作也能够展现如水墨的晕染层次 不容易晕染 不容易晕染 所以你要尽量用技巧去呈现她那种晕染程度 然后着色在布上面的那种呈现 而不是说像死板的油印的那种复制印上去 死板板的不是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都要呈现她一种活泼状态 叶丽老师除了是国画老师 同时也是一名瑜伽老师 因此对于创作内涵更极具心境之意 当创作一幅作品的时候 她就是用我们的心灵的感触去做画画出来的 所以说每一幅画里面都有代表着她的一个生命的呈现 叶丽老师的作品有着自然不做作质感 笔触柔顺又讲究 画作上的花朵每一朵都有着自己的风采 而她更透过了布彩绘和扇面彩绘 让水墨之美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 叶丽老师的《长阳天地鱿鱼艺》国会多元作品展 将展出到5月16号为止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 记者杨邦友 陈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国军军券住宅公用合作社在庄近高职 举办了第一场关怀长者共餐公益活动 这个活动邀请了复兴礼还有大棚礼的长辈一同来参与 新北市议员金忠玉就表示 非常感谢民间单位投入了关怀引发长辈的行列 让长辈们可以越活越健康乐活 有鉴于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保证责任中华民国国军军券住宅公用合作社 近年来开始投入关怀长者的议题 并且特别选在新店区举办第一场的共餐公益活动 在新北市议员金忠玉的协助之下 结合了庄近高职 邀请新店区复兴礼和大棚礼的长辈们到学校餐厅用餐 新店地区的长者算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新店地区 我们的军人和军券退休的长辈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选将这个地区来先办这样一个活动 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抛转一遇 我们学校每年 我牙的时候我们老师把我牙金费捐出来 在学校搭帐篷摆120桌 您做了七八年了 叫寒冬受暖 给新北市社会局安排的弱势家庭 来我们学校用餐120桌 从来没有停过 也颇受各界的好评 我们希望将来对年长的老朋友们 也希望给他们机会来这边用我们的餐 今天很感谢我们的国军合作社 军阶合作社能够出钱出力 那当然学校的共餐也是很重要 我们希望把民间的力量 配合到我们的整个的社会 让所有的长辈能够生活得非常快乐 庄敬高职来营餐厅 是餐饮科学生实习服务的场域 这次的共餐活动 不论是餐点还是人员 都由庄敬高职的同学来服务 新北市社会局副局长许秀能就表示 非常感谢民间单位和学校 能够与邻里共同合作 一同让长辈可以走出家门 同时也创造了轻盈共处的机会 同学们来服务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长辈 跟我们这些同学 其实他也是有一个 轻盈共融的一个机会 那也让我们这些年轻朋友认识我们长辈 然后让他们 未来其实不管他的家人或是我们对社会的长者 也可以更尊敬他们 更能够来理解他们 帮忙他们 国军军券住宅公用合作社总经理郑生阳指出 目前已经在新竹成立的居家式长照机构 就是希望能够在引法关怀上提供更多的资源 而未来有机会也将在双北落实长照理念 新竹他现在居家的长照单位设立比较少 所以我们从那边开始着手 等我们累积了经验以后 将来一定要回到我们的主场双北来 尤其双北有很多我们需要我们来服务的 包括国军 现在在服务的这些官兵同仁 他们的长辈也都需要照顾 所以这一块我们将来一定会回到双北来 根据统计 目前新店区65岁以上的长者 约有58000多人 占全区总人口数的19% 新北市议员金忠玉就表示 不论是民间投入还是公部门的资源 都是希望能够让长辈可以越来越乐活 也期盼这次的活动能够抛砖引玉 一同用行动来关怀身边的每一位引法长者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新店区嘉义同乡会在过年期间进行了爱心送年菜活动时 得知了十定一户弱势家庭房屋老旧恐怕有漏水坍塌之余 于是呢就号召了多个民间单位一同出钱出力来协助修散房屋 让弱势家庭可以安心居住 新北市新店区嘉义同乡会长期来关怀地方挤弱势 日前更来到了十定山区为弱势家庭修散老旧房屋 让原本有漏水坍塌之余的矮房 现在有了强固的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安心居住 台风的季节快到了 那本身我也是做建筑的 然后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 然后募了一些款 还有我们一些福人社的朋友 还有中华道统慈慧协会的一些朋友 都有赞助的一些费用 然后我们找到厂商把这个房子整个整修了一下 大概花了大概将近快三十万的那个经费这样子 像这样的弱势家庭啊 他们又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申请到低收的一个福利身份 然后真的就很需要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民间的一个单位 一起来共同来协助他们提供一些资源给他们 真的非常希望借由这样一个抛转引玉的一个动作 也能够让更多的一个民间单位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的需要 新田区域嘉义同乡会理事长颜志鹏表示 过年时因为送年菜的活动得知了这户个案的家庭状况 因此结合了多个单位一同来帮助案家 新北市社会局对于嘉义同乡会的善心意举表达万分感谢 指出虽然有些家庭因为某些因素 无法获得政府低收资格的协助资源 但幸好有许多民间单位发挥爱心 社会局则透过媒合来帮助这些弱势家庭也能够获得援助 期盼借由这样的抛砖引玉 让社会每个角落都充满温暖 记者陈小旦 赵芳琪 时定采访报道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来为大家介绍 机上和MyVideo的强片 咕噜家族新时代 我们马上回来 新闻快报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新店机证所 光明街第一办公室 以及保桥路第二办公室 从110年4月19号起 搬迁到新店行政园区16楼 也就是新店区北新路一段86号16楼 继续为大家服务 另外提醒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搭乘捷运者可由捷运新店区公所站2号出口前往 公车则有多条的路线可以选择 包括了643 648 930 绿衣等等 欢迎民众前往洽工 今天的热点看播要来推荐的是 my video的强挡电影 咕噜家族新时代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 主要是在描述咕噜家族 他需要找一个全新的地方生活 当他们找到一个完全符合 他们需求的人间乐园时 却发现还有一件麻烦事 那就是有另一个叫做好野人的家族 已经住在那里了 现在呢马上就来看看这精彩的片段 oh, another glorious morning dad always says the pack stays together 那是我的姑娘 seatbelt mode now we're searching for a perfect place to call home what the heck is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dododod well, that's it for me i'm glad it's you, Chunky 抹抹 好 好 好 很奇怪 那這裡 是非常非常奇怪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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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說 大鵝一人死了 我們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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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們 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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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那你的房子? 很大,是不是? 另一位女儿女儿? 是吗?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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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word foram了 like! 真的这里是儿子 Danielgeons &ps 我要摆送我 她是么? We didn't stare at birds!We fought them! Let me live my life! Whoa,what's that? It's just a scar. Every mark is an adventure. And my dad doesn't even know about this one. Whoa,peanuttoe. You're not allowed outside the wall? Nope. This farm is like your cave. You're just like me. You see that wall? Yeah. Wanna jump in? Yeah! No! We'll be back before anyone knows. I'm gonna cross my eyes And I don't even care If anyone sees me You took Dawn for a joyride. The Bettermans built the wall for a reason. That's not good. The only way to survive Is if the pack stays together. In such a dangerous world I worry about my family too. What's that? Kill circle. What's that? Today is a good day to die! Hey everyone,you'll never guess what I found out! Sorry honey,we thought you were a predator trying to kill us. No,never apologize for an effective kill circle. Hold on,stop! You accessorize with the sloth? I accessorize with the sloth! This is Velt! Mine's Sash! What's that? You'll never guess what you want to do. What'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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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期开征缴纳期限到5月31号截止 每预2日将加征1%至纳金 最高会被加征到15% 因此请民众务必要在期限内缴纳 纳税义务人于房屋税开征期间 可以自然人、工商、金融评证 或是以注册健保卡及密码 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网站 点选定期开征茶缴税及电子传送服务 进行房屋税线上缴税服务 快速又便捷 新北市环保两用垃圾带换装 为了方便民众查询垃圾签运及定点收运时间 特别将新北垃圾车网站QR Code 印制在带上 民众直接扫描查询便利又省时 不怕错过倒垃圾时间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以上更多的新闻内容 民众可以扫描画面左手边的QR Code 订阅大兴电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